日本有些杂志曾经报道说 明日香的配音演员 就是著名的僧优 公村优子 曾经拍过爱情动作片 这是真的吗 这期来解密 第六十九问 为什么没有能量的粗号机会暴走 第十六集 粗号机陷入使徒的阴影中 能量为零的粗号机 突然暴走 把使徒撕裂 能量为零的粗号机 暴走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第一集 第十六集呢 这是第二集暴走 剧场版中的二号机 最终也有暴走的行为 什么叫暴走呢 暴走是一个日语的单词 翻译从中文的话就是失控 但实际上呢 暴走和失控还有点区别 失控的话就是说不受控制的 像发神经病一样 自己疯狂的运动 暴走呢 还带有另一层意思 就是说它能量已经为零了 零能量的机体 突然爆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能量 它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不单单是失控 在剧场版中二号机最终也有零能量暴走的形象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战士本身它就是生命体 具有潜在的生命体 后面初号机第三次暴走时 共鸣系数达到百分之四百 一直说这就是暴走的原因 暴走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 生命体的内在能量被释放出来 第十六集中 营救初号机的过程中 栗子说 哪怕是机体受损 不用考虑操纵员的死活 也要把初号机夺回来 说到这句话以后 律子被葛城抽了一句耳光 因为律子是知道元堂的秘密的 元堂的私密计划中 初号机是不可缺少的核心 第七十问 林波利在试管中干什么 第十七集 傀儡系统正式登场 根据元堂的台词 可以知道 傀儡系统是不能够用在 林浩级上 因为林浩级的内核里 是装不了灵魂的 驱动原理用的也不是灵魂共振 所以林浩级只能由林波利 自己进行操控 这一集中 林波利被装在一个试管中 有人解释说 这是为了维护克隆仑的躯体 但根据前后的情节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场面是在复制傀儡系统的数据 后面第二十三集的台词也会讲到这个秘密 这个地方是林波利生产傀儡系统的厂房 第七十一问 林源死了吗 第十八集 德国第二支部成功研发了A-42机关 于是谁得把A-42机关 从德国第二支部带到北美第二支部 在北美第二支部把A-42机关装配到福音战士身上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北美第二支部和四号机都被炸毁 北美政府感到了恐惧 于是放弃了三号机的管理 把三号机移交给日本的尼浩总部 在这几中 初号机用傀儡系统打败了三号机 也就是第十三十图 关于三号机的操纵员林源的结局 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第一是动画版 林源断了一条腿 但保住了生命 后面还有医院里的镜头 他的女朋友动物去医院看病的场景 第二个版本是动画版 林源死掉了 没有后续的情节 第三个版本是新剧场版 没有死也没有断腿 在新剧场版的第三部 也就是Q里面 OPQ的Q 林源他根本就没有成为操纵员 操纵员是明日香 这大家看动画片可以知道 新剧场版的最后一部 在十四年以后 林源和女朋友动物结婚了 还生了两个孩子 这是第三个结局 第七十二问 为什么ZL对 初号机吃了A-42机关 非常惊讶 第十九集和二十集 这两集是故事情境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第十九集 初号机吃掉了十四号使徒 拥有了A-42机关 为元唐的计划铺平了道路 但是初号机的A-42机关并不完整 吃下去以后马上处于停滞状态 元唐需要等待袭击 等待这个A-42机关激活以后 才能执行他的小算盘 同时对ZL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们意识到这样搞下去 元唐会把人类补完计划彻底搅黄 这个理由以前分析过了 初号机拥有的是莉莉斯的DNA 带有A-42机关以后 初号机将成为涌动机阻挠人类补完计划 剧场版中初号机也确确实实阻挠了人类补完计划 第二十集中 绿子用Servage计划 成功拯救了融化在初号机中的定征师 这也间接证明了 当年小维的Servage计划并不是失败 而是他自己想留在初号机里面 他自己不想出来 这一集的最后有一个非常喷鼻血的场景 是葛城和他的男朋友加持在做爱 加持把一个胶囊塞进了葛城的什么地方 然后葛城生气了 你别往里面乱塞东西啊 这段对话非常喷鼻血 这个胶囊是后续情节的一个重要的铺垫 加持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间谍行为 即将遭到Servage的黑手 于是把探测到的机密 用这个胶囊的形式转交给了葛城 对自己的生命已经看得非常淡薄了 在下一节的情节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加持用他的生命捍卫了这个秘密 这段床戏原本是计划描写在 这个玻璃杯的倒影之中的 当时实在是因为儿童不易 最终在动画片这个出路的时候 玻璃杯上连倒影都没有出现 但是在剧场版中 出现了一些这种镜头 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 第七十三问 公春幽子有没有拍过爱情动作片 接下来聊一个和福音战士的内容 没有关系的问题 也是个非常有刺激性的话题 公春幽子是不是爱情动作片的女幽 明日香的生幽 公春幽子出生于1972年 1995年给福音战士的明日香配音时 23岁的公春幽子一举成名 三年后 公春幽子又为柯南中的和叶担任配音 柯南这部作品是1996年就上映了 和叶这个角色是在1998年亮场的 正当公春幽子红的发指的时候 突然日本有杂志报道说 公春幽子曾经拍过爱情动作片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8年4月杂志 Friday报道说 著名生幽曾经拍过动作片 但是呢 这篇报道没有点名是哪个生幽 两个月以后 1998年的6月份 杂志《补补卡》报道说 拍动作片的生幽 很有可能是公春幽子 直接点名了 但是呢 加了也许两个字 这两家杂志呢 是专门靠挖掘艺人丑闻而有名的 当时两家杂志的记者 分别采访了公春 公春对杂志上的报道的真实性 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 但是这种事情啊 你没有否定的话 就相当于默认了 三年后 2001年9月 另一本杂志 日文叫做 《沃塔卡拉格斯》 中文强行翻译的话 就是宝贝女孩 它有一篇报道 标题是 著名声幽脱光了 厉害哦 同时在报道上 直接刊登了 公春幽子的照片 这样一来 大家就确定 公春幽子的的确切 是拍过爱情动作片 后来经过搜寻 在一部作品中 发现了公春幽子 这部作品是1993年发行的 也就是公春幽子 在担任声幽的两年之前 当时是21岁 作品的标题是 新变态女孩通信 新世纪末的变态调教游戏 后来有一些小道消息说 公春承认了片中的女主角 就是她本人 但只是小道消息 最近她自己有没有承认呢 我们不知道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片中女主角的形象 到底是不是她本人 我这里只能放上贴图 这个片子不能直接贴在这里 要不然就被和谐了了 而且片子是近30年之前的片子 结像度也很差 看了以后伤眼睛 这个事件已经过去28年了 目前根据比较正规的渠道 有一家叫做筛收雾芒的新闻报道机关 说是这一段18分钟左右的动作片中 出现的女主角 确实是公春幽子本人 这段录像是哪里来的呢 并不是公春幽子 有做过女演员的经历 而是当时已经和公春分手的前男友 两个人在交往期间中拍摄的个人行为 后来公春成名以后 这个渣男把这段录像卖给了动作片的出版社 当时日本的法律没有这么严 如果放在现在暴露个人隐私的行为的话 肯定会受到严格的法律制裁 第74问 Sely为什么要绑架冬月 动画片第21至24集 这几集是解密的关节 电视版的出版根本看不懂 后来发新的录像代版 也就是家常版 在这次集里面增加了一些很重要的镜头 增加了一些故事的背景 第24集中Sely绑架了冬月 全篇几乎都是冬月的回忆 Sely和冬月的直接对话只有两段 因为当时初号机吃掉了第14使徒 戴上了S2机关 将要成为涌动机了 Sely机了 他们希望通过冬月 能够制止元堂的出轨行为 从这点来看 当时Sely还并不想和元堂闹翻 只是希望他能够迷途直返 后来三重间谍的加持 私自释放了冬月 Sely想通过冬月和元堂破军重渊的计划 就破灭了 之后加持被生命人物暗杀 有的资料说是葛成梅鼎枪杀的加持 这个完全是错误的 官方的资料明确的说了 暗杀加持的是Sely手下的黑手 动画片第二十次集几乎都是回忆 从2002年的第二次冲击 一直回忆到福音战士的研发 这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前面的背景片里面 我已经详细解密过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第七十五问 剧场版的下版有没有解答粉丝们的谜团 1997年3月 剧场版的春版上映以后 四个月后 整部剧场版全部制作完成 称为下版 下版的标题是 The End of Evangelion 这个版本包含了重作的第25集和26集 但不包含Deepian Deepian因此成为一个绝版 下版片长87分钟 相当于电视版的四集的篇幅 内容和电视版的第25集 26集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电视版的最后两集完全是立新度版 而剧场版把最后的故事情节 全都描写出来了 但是说实话 当时我这个电影院去了三遍 因为也都是陪朋友去 这个朋友要去看 那个朋友也要去看 一直拖着我一块去 电影院我一共去看过三遍 但是还是没有看明白 他究竟想说什么 虽然故事情节是描写出来的 但是作品中的大量谜团 还是没有得到解释 袁唐他究竟想干什么 为什么林波利最终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林波利 为什么使徒一直想接近亚当和利利斯 几十个疑问都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当时导演安言说 他把想说的东西已经全部做在作品里了 以后不再会做续集 于是这部作品就以留下大量谜团的方式宣告结束 继续回到故事情节 谁类和袁唐的关系越来越僵 隔阂越来越深 终于袁唐抓住了一次机会 扔掉了狼藉鲁士之枪 下期继继续解密